现在去CVS咨询一下 怎么打宫颈癌疫苗 现在国内大陆很多打不了 都得要预约去香港 我们到美国去看一下怎么打 今天我问了一下医生 医生说只能让我们上药房来问 那我们今天就上CVS的药房 来看一下 这CVS的药房也太low了吧 哦 竟然还很紧凑啊 现在药房里边都卖零食 我找找看药房在哪 这个宫颈癌疫苗被称为了白富美疫苗 因为很多人借着去香港打疫苗的机会 就去买买买 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疫苗是白富美疫苗 而且这个疫苗可不是女生专用哦 现在男生也可以打了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种药叫伟哥 虽然吃的是男生 但是幸福的是女生 先得在这儿排队 看到吗 一般穿这个 这种衣服的都是护士 我之前也不了解这个宫颈癌疫苗 然后我姐啊 然后我表姐 她们都跑到香港去打 跟我讲这个事情 我才把这个宫颈癌疫苗 列入到我的日程之上 这个宫颈癌疫苗 美国这家公司研究出来 目前上市也就是12年的时间 并没有上市太长 我们目前中国现在听说也有国产疫苗了 而且价格比进口的要便宜一半 但是呢就是预约不上 目前中国只有三种途径可以打 第一个就是公立的医院 但一般你都约不上 第二个呢是私立医院 价钱很贵 但是听说现在也约不上 第三种就是飞到香港去 最近疫情期间吧 还有很多转到澳门去的 而这种宫颈癌疫苗呢 分为三种 二价四价和九价 最好的肯定是九价了 因为它可以有效防止九种病毒 二价只能防两种 四价只能防四种 但是没有九价的情况下 四价也可以打 美国对这个公颈癌疫苗呢 是全民普及 他会建议你在九到十五岁之间 就要把这个疫苗注射完毕了 中国说疫苗超过二十六岁就不打了 认为你超过二十六岁就没什么用了 要二十六岁以下才可以打 但是在美国的话 它的这个疫苗是可以到四十五岁的 所以四十五岁以下也是可以打的 我看那个咱们中国那个网红张文宏医生 他自己的书里边 他也在提倡所有的女孩子 在他不懂事的年纪 就是没有接触 说白了就是没有接触性的时候 就要去把这个疫苗打上 从来没有一种药物是对肿疗很有效的 只有这个公颈癌 好 我现在有个问题 我想要拿出疫情去HPV 疫情? 是的 哪一種? HPV HPVs? 是的 不,可能不,我不知道 我可以把您的名字,雖然和旦的名字 可以用我的駕駛? 我问他我能不能用我的保险卡 他说可以 让我先把名字生日写上 美国人办事都是特别慢 你多用我的保险卡 我说你都没有保险卡 你都没有保险卡 我说你都没有保险卡 我说你都没有保险卡 这要等半天 还要上网输入 看看我们的保险有没有cover 说自费还是保险公司负一部分 我们负一部分 我们的保险公司负一部分 我们的保险公司负一部分 26岁以下才那个啥 26岁以下就不给了 262.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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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保险也太坑爹了 不负责 不cover 全要自费 那还好不是特别贵 200多块而已 但是最后药剂师跟我说 我只有一个男朋友 然后也不滥交 然后我也超过26岁 打这个疫苗 没什么作用 所以就没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